韩国第一你会想到什么 枕容泡菜还是爱豆 可真正让他在国际上出圈的全是这个 一个正在消失的国家 去年韩国总人口又减少了12万 出生率全球最低 自杀率全球第三 专家说如果这样发展下去 大概也就300年 韩国便在地球上自然灭亡 如果你想知道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 来听听这个女孩的故事 她叫素希 刚从职高毕业的她 单纯阳光勇敢正直 她喜欢跳舞 是舞蹈班里最出彩的一个 同样在学校也是被老师 寄予厚望的佼佼者 其他同学的实习单位 都是些不起眼的小厂 而唯独她被一家大公司看重 去之前的她眼里全是光芒 幻想着今后的白领生活 而事实是所谓的大公司 是外包中的外包 工作是电话客服 她刚坐下第一个客户 就是打过来骂人的 第二个也是 第三个也是 原来她的工作是售后客服 而她的任务 是想尽一切办法留住客户 最主要的 是在这些已经有了解约念头的客户身上 推销出新的套餐 组长告诫新人 做这行一定要随时稳住情绪 公司的业绩任务很重 上班的第一天 她就目睹了老板 因为业绩不达标 对员工发火 所有人都面色沉重 她也按下决心 要好好努力 一个月后 她的确卖出了几个套餐 不过到发工资时 她傻了 不仅提成没给 合同上原定的160万 也少了一半 上级指着合同向她解释 说她是实习生 业绩也没有达标 的确合同上写着一行小字 工资会根据实际情况 有所浮动 她失落 然后向班主任抱怨 这里的工作 班主任却说 这是她第一次送学生去大企业 如果她不干了 学校的名声就臭了 为了满足班主任和家人的期待 她咽下所有情绪 坚持了下来 而付出的代价 是性格的棱角 和眼里淡趣的光芒 公司大部分都是女界线员 被客户骚扰就像是家常便饭 再加上客服不能回嘴 这让电话另一段的声音 更加激烈 新人被骂哭了 组长接过电话 没想到 总是让他们控制情绪的组长 却第一个发飙了 结果是 顾客一连给总公司 打了28个投诉电话 领导怒火冲冲来办公室问责 眼看就要动手 又是组长扛下了所有的怒火 可想而知 在这个职场列条里 组长的内心也越来越紧绷 再加上沉重的业绩目标 她脾气越来越差 压力渗透下来 成为下属的负担 女孩也跟着焦虑起来 她开始拼命加班 决定做一个成熟的职场人 公卫最醒目的地方贴着 要撑下去 只是某次半夜加班 被顾客骚扰 她还是没有忍住 事后她向上级道歉 而这一次 组长却站在了她的这边 情绪低落了苏西 来舞蹈师看别人跳舞 这是她唯一的爱好 同时她也跳得很好 只是现在 熟悉的舞步 她早都忘了 第二天 她回到公司 身后一声尖叫 她看到了组长 一张黑紫色的脸 她自尽了 这一幕变成了 她挥之不去的梦魇 组长死前留下一封检举信 因为公司不合理的绩效制度 和超负荷的加班 她以一级血肉之躯作为代价 留下一书讨伐公司 可事情却不了了之 从公司派人搜走了她的物品 当日就派来了新的组长 没有安慰 没有解释 只有催促大家工作的命令 苏西心里一阵悲凉 她感觉所有人都不正常 等街先生再次响起 她用力地捂住耳朵 因为这声音 嘈杂冰冷 钻心透骨 事后只有她一个人 去了组长的葬礼 因为总公司对全员下了禁令 经着去她的葬礼问丧 还跟所有人签了保密协议 承诺对组长自杀一事 只要保持沉默 就可以拿到一笔钱 所有人都签了字 除了苏西 见总部都亲自派人过来 新组长过来软硬结诗 一边画饼 一边又让她向前看 苏西无奈地看着他们 可悲他们不懂 她所坚持的 只不过是一份人心的余温罢了 可是这周围的一切 让她不得不妥协 从那以后 她好像变了个人 变得又卷又无情 她开始疯狂加班 疯狂卖货 甚至面对刚刚失去女儿的父亲 也没有丝毫同情 只顾推销自己的套餐 果然没多久 她就以业绩第一成为校官 可等她拿工资时 工资单却又一次让她破房了 提成一分也没给 该给的工资也是少的 她找到组长 上级却趾高气昂地说 这是为了降低离职率 提成转正后才给 她委屈 她无处发泄 聚餐时有同事骂她 让你拼命内卷 还要搞得我们和你一起加班 最后却什么也拿不到 从那以后 她又换了个人 不再恶意销售 不再阻挠客户解约 按正常流程 为客户办理注销退款 被发现后 组长暴跳如雷 来到座位上将她一把拉起来 两人当面大吵 上级还不停羞辱 这一拳后 苏西被停心留职 晚上她和闺蜜喝得烂醉 醉酒时 她割了脉 因为抢救急时 这一次 她有惊无险 回家的路上 她问母亲 可不可以辞职不干 而母亲 却装作没有听见 第二天 她找到学校里 最信任的老师 想要倾诉 还没开口 老师就责怪她 打了上级 责怪她给学校抹黑 而对她寻胆怯的行为 没有一句安慰 随后她又约了朋友 看到精神恍惚的苏西 他们根本无法与她共情 甚至还有点不耐烦 想提前离开 最后 她只能打电话 给那个曾经喜欢的男生 可这位男生 因为工作太忙 也爽约了 然后她就一直走 在寒风里 风惯进她的拖鞋 她却感觉不到冷 走到湖边时 蓝紫色的天空 衬夺出一张 苍白绝望的脸 在最后抬头 看了一眼这个世界 然后 就是永别 父母来认识 当看见女儿的脸后 先是完全呆滞在原地 又后知后觉的悲伤痛哭 父亲不相信女儿自杀 坚持要做尸检 警官却说 每年因为想不开 自杀的孩子太多了 劝她给女孩留个全身 可父亲依旧坚持 她的坚持 惊动了旁边的女警 她曾在舞蹈室 与苏西有一面之缘 再加上同一家公司 接二连三的自杀 她决定对女孩的死因 展开彻查 她来到女孩 曾任职的公司 最让人过目不忘的 就是墙上的业绩表 她在上面找到了苏西的名字 还是曾经的萧冠 怎么会和自杀联系在一起 再看看女上次躲避的眼神 她心里已经有了猜测 第二天 苏西的父亲提供了 聊天记录和工资收入 可以证明 苏西从进公司以后 就没有六点下班过 而每天这样起早谈黑的工作 却又得不到该有的报酬 有了这些证据 她再次来到压榨人的大公司 而公司那边早就严阵以待 她拿出证据 指出公司强制加班 而他们说 所谓加班 都是员工为了业绩自愿的 至于业绩提呈 实习生不发 那是合同上清楚著名的 苏西死于内心脆弱 和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这时坐在中间的大领导 更是义愤田银的指责学校 怎么会给她输送 这样的垃圾员工 女警憋着内心的火 用拷问的眼神 扫射着这些高高在上的领导 他们没有一个人敢和她对视 都心虚地避开了目光 走时她放下狠话 一定会调查到底 临走时有一个员工告诉她 那就是前组长自杀的位置 苏西也就是在那件事后 变得越来越不对劲 很快 她就找到了那位 自杀上级的检举信 里面揭露了各种公司的违法行为 她好奇警方为什么没做深入调查 而是草草结案 而前辈说 家属都签了字 承认了自杀 又遇到当局局长年底升职 所以就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然后她找到前组长的妻子 明明你丈夫的死 跟公司脱不开关系 甚至她用死来讨伐公司的不公 怎么作为妻子 你也会不了了之呢 妻子告诉她 他们请的律师 斗不过大公司的律师 她不想让母子二人永无宁日 最后只能签字拿钱 得到这样的回答 她很无奈 只能失落地离开了这里 随后她又找到了素系的同学 其实你们每个人都工作得不顺心 那你们为什么不选择离开 她说学校有一条规定 如果没有实习够时间 就要回学校复读 复读是要穿红马甲扫厕所的 可这个年纪的学生们 自尊心都很强 这一条 也恰恰是每个处于这个年纪的他们 最无法接受的 为了这该死的就业率 就这样对待孩子 警官诺儿指责学校 她怀疑学校跟企业之间 有灰色利益 但老师却万分委屈 一切都是为了教育局的指标 他们会用就业率去评估教学质量 如果达不到指标 学校就得不到经费 无法经营 最后她还将素系的死说成晦气 影响了学校的发展 她又来到教育局 上来就质问教育专员 学生自杀事件 接二连三地在你眼皮底下发生 难道这还不能引起教育局的重视吗 专员却略带委屈地告诉警官 教育局也在互相竞争 国家也只通过就业率 来分配资源 这时的她被深深地 无力感吞噬 无话可说 最后 她只能悲伤地在素系的自杀认定书上 签了字 影片就此结束 两个小时的电影 我有90%的时间在压抑中看完 但绝不否定 它是一部好电影 在某种程度上 这也真是韩国电影厉害的地方 它就像是一面镜子 揭露与监督社会和国家的镜子 这宗看似毫无欺巧自杀案 它隐藏着天丝万里的瓜葛 直指整个社会体系的传疤 从公司到学校 教育局 甚至素系的父母 每个人都说 他的死不是我的责任 或一阵言辞 或哭天喊地 尽管没有一个人 是杀害素系的直接凶手 可是在每一个环节上 都不缺向他递刀子的人 当99%的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时 那1%不合群的人 变成了害群之马 可更令人心寒的是 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这游戏的规则是不合理的 但他们仍然在自己的岗位上 安分守己 做一颗默默无闻的螺丝钉 服务者早已扭曲腐坏的 社会机器 因为 如果他们不服从于 这种游戏规则 自己便可能会成为 下一个俗系 每部电影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 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补充 既然你能看到这里 那不妨再往前一步 点个赞观的主 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